福特的广告又翻车了 长安福特为了给锐界plus导师 竟然连发两条广告说 高速的奔跑能不能掀起女生的裙子 一下子就惹了众怒 疯狂挨骂 福特玩这种音效已经不是第一次 年初福特发布了一张海报 显眼的2021中国马年 今年明明是牛年 怎么就指牛威马了 这不公然碰瓷中国传统文化吗 开始福特还嘴硬 说是宣传电动版野马 你宣传归宣传 但你敢拿中国的传统文化开涮 港大网友先把你给涮了 还有2015年广州车展福特金牛座上市 售价248800元 写成了248800万 直接24个小目标除了他自己 都够把整个车展的车买下来了吧 虽然福特赶紧解释说是写错了 错没错咱不知道 热度肯定是翻番了 但可惜小贩们翻车了 车子后来销量有多惨就不说了 这不是那24亿吗 买不起买不起 你以为福特只是在中国做药吗 曾经在印度的广告图片里 为了展示车子的装载能力 竟然在尾箱塞了三个被捆绑的模特 这在印度引起悬染大波 印度大家都知道 经常发生绑架强奸案 福特竟然还搞这种擦边球 直接被三哥骂惨 总之福特这些年的营销操作真的很迷 估计福特想着骂名也是名吧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